昨天,我们听到尼尔斯正在躲避庄园里的人的追逐,他能逃开他们吗?还有,他还能遇见大白鹅吗?这些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来听一听故事吧,故事会告诉我们的。 逮住他!逮住他!从厨房里跑出来的人这样喊着,那些年轻人在后面追赶着那个跑得比耗子还快的小家伙,他们想到门口去拦住他,但抓到那么个小东西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小家伙侥幸地跑到了室外。 小家伙儿没敢从那条宽敞的淋云道上往前跑,而是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他穿过花园,跑进了后院,那些人一直又喊又笑地在后面追他,那个小可怜虫拼命地跑啊跑。 在他跑过一所故宫住房时,他听见有一只鹅在叫,并看见台阶上有根白色的鹅毛。 啊,在这里面,熊鹅在这里面。 这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在后面追他的那些女仆和男人,他爬上台阶就跑到了门廊下。 可是,房门关着,他没法再向前走了。 他听见熊鹅在里面喊叫和呻吟,但是打不开门,而后面那一大帮人却追得越来越近。 熊鹅在屋里叫得也越来越惨了。 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小家伙终于鼓起勇气,用全身的力气敲起门来。 一个小孩出来开了门,小家伙向屋子里一看,一个女人正坐在地板中央,紧紧地抓住熊鹅,要剪断他的翅膀。 熊鹅是被那个女人的孩子捡来的,而他并不想伤害他,女人只想把熊鹅的翅膀剪断,不让他飞走,再把他放到自己的鹅群里去。 熊鹅并没有遇上什么太大的灾难,而他却拼命哀嚎。 幸亏那个女人还没有开始捡,当门打开,小家伙站在门槛上时,只有两根羽毛,顺着剪子掉了下来。 这么小的一个人,那个女人过去从来没有见过。 他以为是胡仙亲自来了,吓得把剪刀掉在了地上,他双手扣在一起,忘记了把熊鹅抓紧。 熊鹅一绝地被放开,就往门口跑,他没有停留,顺嘴叼住小家伙的衣领,把他带走了。 他在台阶上张开翅膀,飞向了天空。 与此同时,他把脖子优美地一转,就把小家伙放到了他那羽毛平滑的脊背上。 他们就这样飞向了天空,整个维特索沃尔的人都站在那里遥望。 大雁门飞到庄园东面,一片辽阔的耕地上去找草根吃,一去就是几个小时。 这期间,男孩走进了与耕地相邻的那个大公园里。 他四处寻找真树林,看看上面是否还有去年秋天留下来的果子。 当他走进公园里时,回家的想法一次又一次地涌上他的心头。 他为自己描绘着,如果能跟着大雁旅行,他会生活得多么美好。 当然,他要经常挨饿受冻,这一点他是预料到的,但是他却可以逃避劳动和读书啊。 他在那里走着的时候,那只年老的灰色领头燕向他走过去,问他有没有找到什么能吃的东西。 没有,他说他没有找到,那只老燕也想发帮他找。 老燕发现在一根藤腕上还挂着几个去年节的果子。 男孩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吃了。 这时他想,如果母亲知道他现在是以生鱼和冬天剩下的果子为生,他会说些什么呢? 大燕们吃饱以后就回到了湖上,他们在那里游戏玩耍,直到正午。 大燕们向白熊鹅挑战,要同他进行各项运动比赛。 他们赛了游泳,跑步和飞行,那只家养的大熊鹅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总是被那些敏捷的大燕击败。 男孩一直起在熊鹅背上,为他鼓劲儿,玩得和大家一样痛快。 湖面上喊声四起,笑声阵阵,笑声不绝,但奇怪的是,庄园里的人却没有听见。 大燕们玩够以后就飞到冰上休息了,男孩钻到熊鹅翅膀底下的时候想。 这种生活对我正合适,但是到明天我就可能被赶回家里去了。 他除了怕被送回家以外,别的什么都不怕。 星期四那天,一开始和通常一样,大燕们在辽阔的田野上觅食,男孩在公园里找吃的。 过了一会儿,领头燕阿卡走到男孩身边,帮他找到了能吃的东西。 男孩吃完后,阿卡说,男孩在公园里到处跑,太欠考虑了。 他问男孩知道不知道,像他那样的小人有多少敌人需要提防? 不,他一点也不知道。 这时,阿卡便开始把那些敌人一一讲给他听。 阿卡说,当你在公园里走路的时候,要提防狐狸和紫雕,当你到湖边去的时候,要想到水塔。 你要是坐在石头围墙上,就不能忘记幼树会从很小很小的洞里钻出来。 你要是想躺在一堆树叶上睡觉,就要先检查一下,看看是否有冬眠的魁蛇。 你只要到了开阔地上,就应该提防在空中盘旋的鹰,到针树丛里面去时,你就有可能被雀鹰抓走。 只要天一黑,你就要注意听着有没有大猫头鹰,它们飞过来没有声音,还没等人发现,它们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当男孩听到有那么多敌人要吃掉他时,他感到要保住性命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并不特别怕死,但是却不甘心被吃掉,所以他问阿卡怎样做才能避免被蒙兽吃掉。 阿卡立即回答说,他要尽量通森林田野的小动物,通松鼠,兔子,燕雀,山雀,啄木鸟和云雀友好相处。 如果与他们结成朋友,他们就会在遇到危险时警告他,为他找到隐蔽所,而在大难临头时,他们还会联合在一起保护他。 但是,在那天晚些时候,当男孩招阿卡说的去找松鼠希尔来请求帮助时,松鼠却不愿意帮他的忙。 希尔来说, 你休想从我和其他小动物那里得到好处,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这个放鹅娃尼尔斯去年干的好事吗? 你捣毁了燕子窝,打破了两鸟蛋,把小乌鸦扔进了泥石坑里,用捕鸟笼子捉住了百舌鸟,把松鼠关进了笼子里,这些都是你干的。 你还是自己尽量去想想办法吧,我们不一起来对付你,把你赶回老家去,你就应该高兴了。 在他还是放鹅娃尼尔斯的时候,对这样的回答不加以报复,是不会罢休的。 而现在,他唯一害怕的,却是大雁也会知道他以前的种种过失,他一直担心着不能留在大雁中间,所以自从与他们结伴以来,一直规规矩矩,像他现在这样小,大砍大砂固然做不到,但是,如果他想干的话, 他还是可以毁坏许多鸟巢,打碎许多鸟蛋的。 而现在,他却很温顺,他没有从鹅的翅膀上拔过一根羽毛,回答问话时,从不失礼,每天早上问候阿卡时,总是脱帽鞠躬。 星期四那天,他一整天都在想,肯定是因为以前的过失,大雁才不愿带他到拉普兰去。 因此,当他那天晚上,听到松鼠希儿来的妻子被抢走,孩子快要饿死时,他便决定前去帮助。 那件事,他做得很出色,一下子博得了所有小动物的好感,大家纷纷赞扬他。 星期天又到了,男孩成仙已有一个星期之久,而且还是和开始时一样小,可是看不出他因此而忧伤。 星期天下午,他钻进了湖边一大片茂密的旗柳丛里,吹起了用芦苇做的口笛。 他身边的灌木丛里坐满了山雀、燕雀和梁鸟。 鸟们唱歌,小男孩努力学习演奏。 但是,他并不精通吹口笛的技巧,他吹的调子是那么不协调,那些小内行身上的羽毛都竖了起来,他们拼命喊叫和扑打翅膀。 男孩对他们的急躁情绪感到很可笑,连口笛都掉到了地上。 他又重新开始吹,但还是那么难听,所有的小鸟都唉声叹气地说, 你今天吹得比平时更糟了,大拇指,你吹的音都走了样,你在想什么呢,大拇指。 我在想别的事。 确实,男孩在想他还能和大雁们在一起待多久,或许当天就可能被赶回家去。 突然,男孩扔掉口笛,从灌木丛里跳了出去。 他看到阿卡和所有的大雁排成长队,向他飞了过来。 他们飞得缓慢而庄严。 男孩立刻明白,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尼尔斯明白什么了? 他会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呢? 我们明天再接着听吧。 《奇恶旅行记》今天就听到这儿了。 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 谢谢小雪阿姨为我们整理编辑故事。 谢谢张立敏阿姨给我们讲故事。 阿姨 感谢观看